谁能想到许心唱歌竟然可以这么好听 是不是没想到 骚里骚气的艺术家 唱起情歌来竟然也能如此的深沉 甚至让情歌王子杨宗伟都赞不绝口 然而这不科学啊 毕竟在我们的印象中 国评队员唱歌的风格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因此许心你唱的这么好听 有没有考虑过马龙的感受 好吧 原来人民艺术家不光是球场上打球美如画 在舞台上也能展现艺术家风范 然而在欣赏许心美妙歌喉的同时 一个问题也萦绕在广大球迷的脑海里 许心这是要跨界了吗 当然不是 此时的时间是2016年的11月26号 在不久之前 许心刚刚随队夺得了礼乐奥运会的金牌 而现在他要做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求婚 仔细看 人民艺术家许心竟然在杨宗伟的演唱会上 对着一个女孩深情演唱 看到女孩那满脸幸福的笑容 两人的关系已经不言而喻 然而接下来许心的行为 让全世界的女孩都羡慕上了这个幸福女孩 在多得奥运冠军后 向自己心爱的人求婚 是问哪个女孩能不心动呢 此时这个名叫姚燕的女孩 绝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然而谁能想到 竹子温馨浪漫的场面的背后 竟是两人六年恋爱长跑的心酸 这一切还要从两个人刚刚认识的时候说起 谁说搞笑男不配拥有爱情啊 众所周知 国拼三剑客中的举心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出了名的喜剧人 不管是在球场上还是球场下 都给球迷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然而除此之外 人民艺术家竟然也是拥有一段 羡慕旁人的爱情故事 良心若是九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名剧 承载了许心与姚燕所有的爱情沉淀 曾经的姚燕 也是国家队的一名优秀运动员 2002年 凭借着初次的表现 14岁的姚燕就进入了上海队 在由魔鬼叫头驰称的 龟阵旗的调调下 仅仅三年 她就如愿以偿地进入到了国家队 成为了刚刚从运动员 退役为教练的 孔灵挥挥下的开山弟子 作为孔门的大师姐 自然有着不俗的实力 因为打法与王丽琴的打法十分相似 于是被队里的人 戏称为女王丽琴 而就在刚刚进入到 国家队一队不到一年 比自己小两岁的娶妻 也来到了这里 红在一厢为一颗 让姚燕跟这个 比自己小伴族的大男孩 有着说不完的话 再加上两人都是以 冲击世界冠军 为自己的梦想 因此不光在球技上 齐头并进 在私下的感情 也逐渐成分 两人的关系 也慢慢的从队友 一步步上升到了情侣 然而都知道 在乒乓球队 内部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此时便需要两人做出抉择 虽然在当时 许欣已经出现争容 在秦志简的指导下 在08年就能够和王丽琴 一起获得全国几标双打冠军 并且在拼抄团体联资的团队赛 也获得了冠军 但姚燕也并没有落后多少 2009年 她荣获东亚运动会的女单冠军 以及在许欣 折起横斌视频赛制 她却一名惊人 涌落混双亚军 但即使如此 最后的抉择 已然是她放弃自己的梦想 成为许欣背后的女人 只因她相信 许欣会比她走得更远 而结果就如她所想 许欣不负众望 成为了中国平台 名人扛几义的球员 但随之而来的 也是稠密的赛程 因此即使感情稳定 两人也没有时间筹备婚礼 直到2016年 许欣拿到 领约奥运会的奥运金牌后 工程明智了她 终于想陪伴她 六年的女友求婚 两人也终于 在那一年修成中国 而他们的感情故事 也成为了 国平史上的一段佳话 你现在除了 世界排名第一之外 你没有任何的头衔 对不对 污蔑之王 你连这个资本都没有 你天天里边 跟以前这种 看的时候 天天阳光快乐 这种灿烂 开开心心的 你日常里边太快乐 哪有这么阳光的 摇头晃脑的 不太用心 那你要不行 你就稳在 换一个人 如果说 谁是国平第一的原种 那一定是许欣 只因但凡 刘国良想找人骂两句 许欣这两个字 永远是虽迟但道 一个张金克 一个许欣 一个许欣 一个方博 而这也导致了 哪怕许欣拿了世界冠军 面对采访 她也丝毫不敢露出 半点笑容 那次达比他打第一 还是我熟了一点 说我天天戏就好 达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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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中国队又 未免的冠军 但你们看起来 好像不太高兴 是不是因为太累了呢 然而如果你觉得 刘国良对许欣太过苛刻时 就来看看秦志简 这满头白发吧 要知道秦志简 可是和刘国良同岁 如今两病斑白 马罗和许欣这两个好大儿 绝对功不可没 秦老师拜托我 对不起你怪我 怪我怪我 我也发毛了 本来就白一点的 然后经过我俩的努力 许欣确实帮忙了 想必秦志简 在教导他时 一半的时间 都在听他抬杠 比如最著名的 打蚊子事件 我不知道 打蚊子 打不死 找一找 我不是想让人家雕动 用什么事 太困了 这样狗屁倒造的理由 都说得出来 即使秦天脾气再好 也被气得扭头就走 此时隔壁的张继科 偷来羡慕的目光 凭什么同为国拼三剑客 他却没有如此温柔的教练呢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被刘国良 数次张嘴批评 甚至被贴在球馆 当反面教材的许欣 竟然成为了 中国乒乓球的救世主 这一切 还要从他跟 张本志和的那场比赛说起 这已经不是 日本的张本志和 在这场比赛 第一次这样叫了 也难怪 在他对面的是 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欣 而这位在2018年 接连战胜过 马龙 凡震东 张继克的日拼天才 却已经连续七次 倒在人民艺术家的脚下了 今天是他翻过 许欣这座高山的最好机会 只因这场比赛 已经是许欣 在当天的第三场比赛了 在接连参加了 混双和男双比赛后 即将三线坐着的他 不但体力上 要面临极大的考验 他的手腕 也已经出现了严重损伤 甚至在秦志俭的帮助下 才能戴上护腕 然而即使这样 许欣也必须要战 只因在那一年 六边形马龙 伤病缠身 不负当年之勇 而凡震东 又在那一年 持续低迷 打谁输谁 在这样的情况下 排名世界第一的许欣 就是国拼的天 因此 怀着守护国拼荣誉的信念 即使手腕依旧隐隐作痛 但许欣还是先生夺人 抢下了第一局 然而再强大的意志 也阻挡不了身体上的疲惫 从第二局开始 许欣的脚步 已经逐渐慢了下来 再加上张本之和 看出许欣手腕受伤的弱点 平凡攻击许欣的反手 大有趁他病 要他命的势头 虽然许欣已经足够顽强 但还是遭不住张本之和 那一板板的强力冲击 甚至一度被打到 11比3惨败的局面 而在赢下第五局后 张本之和也激动的跳了起来 似乎胜利已经拿下 在第六局 他也一度以9比6领先 此时的他表情逐渐得意 叫声逐渐嚣张 但接下来 许欣告诉了张本之和 为什么他叫做大蟒 先是利用张本之和 想要一板打死他的心带 抓住失误 把比分扳平到9比9 紧接着 在被张本之和 率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 毫不手软 发动死亡缠绕 一板一板拉穿对面 硬生生把比赛拖到了决胜局 太难了 对于一名一天内 连战三场还带着伤的老将 许欣做到这一步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高强度的比赛 终究是让许欣的手腕 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就当主教练秦志简 想要为爱图要一个医疗暂停时 却遭到了裁判的拒绝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需要叫一个医疗暂停 这是什么情况 许欣都伤得这么重了 秦志简想要一个 十分钟的医疗暂停 却遭到了裁判的拒绝 这是2019年 国际拼联巡回赛的 南单八强赛 此时的比分是3比3 即将展开的是 许欣和张本智和的决胜局 在此之前 没有人会想到 这场比赛能达到如此之久 只因许欣的手腕 有严重的伤病 并且一天之内 接连参加了混双 男双以及男单比赛的他 体能也正遭受着极大的考验 因此 即使张本智和已经连续败给了7次 但外界对于许欣依旧不看好 然而许欣的表现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面对年轻的张本智和 许欣依靠着丰富的参赛经验 和顽强的意志 硬生生把比赛拖到了决胜局 但是手腕的伤 也终于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没办法 并不同意 只因当时张本智和的反应有些激动 他觉得可能秦志俭是借机 让许欣休息一下 毕竟他的体力很旺盛 但许欣却恰恰小反 还好手腕的伤确实足够明显 当裁判看到那缠满绷带 并已经红肿的手臂时 也不好再说什么 但在国拼有着国拼的骄傲 只见秦志俭淡淡淡的说了句 包完就算了 只做了简单包扎的许欣 便再次走上了赛场 然而看到许欣已经体力不足 此时的张本智和已经兴奋的浑身颤抖 因为他知道这场比赛将使他击败 这个曾经碾压他七次的男人最好的机会 上场后的许欣 因为手腕的疼痛不敢发力 本该侧身反拉的球却只能摆短过度 而这也导致张本智和抓住机会连拿三分 并且在交换场地时 以5比1的大比分领先 巨大的优势让他越发亢奋 频繁的嘶吼与叫嚣 似乎胜利已经到手 此时场边的关注开始为许欣呐喊 而这时只见他淡定的擦了擦汗 再次上场时 那只能缠善咬大芒 依然归来 6比6 8比8 尽管张本智和进攻势头依然凶猛 许欣总能利用一流的纠缠能力 死咬必分 即使张本智和再次以10比8拿到赛点 但许欣却没有一丝慌乱 而接下来这一球 也是让张本智和知道神仙打球的不一样 人民艺术家从来不缺神仙球 而身为凡人的张本智和 显然没想到这版质量极高的霸王影 能够为早已是强功之末的许欣 以这样诡异的方式救回来 仓促回忌的他也难免再次被许欣追回一个赛点 而这一球让他整个人都抽搐了起来 存在侥幸心理是球场上的大技 而许欣也是给年轻的张本智和好好上了一课 在这一球后 这位日本的天才少年心还瞬间崩塌 方寸大乱的他打球再无招法 而许欣凭借着坚强的意志越打越勇 终于张本智和倒在了大猛的缠斗之下 当许欣再次以13比11逆转比赛 这位天才少年瘫倒在地上 早已没有了司法式的嚣张经验 而这场比赛也为许欣聚业生涯 划上了浓重的一笔